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實體店的生意就是這麼慘大 你看 更沒什麼人 以前這段是人幾人的超級破 現在很冷清啊 你看 童裝店 各大品牌 都沒什麼人 很冷淡 兒童樂園這裡也是 都沒幾個小孩 現在這種行情不好 我感覺也是有原因的 又是一家忘卜轉讓 打個電話問問到底什麼情況 你這個秀酒店轉讓 你這不開得好好的嗎 怎麼不幹的 人家要轉的 那他這怎麼轉呢 一萬塊完了完了 那他裡面一萬塊錢包含裡面收有的東西嗎 所有東西 還有房租嗎 還有三萬元房租 房租六萬算了 什麼原因啊 這一塊小區人不是蠻多的嗎 沒開過不懂 又是一個小白 入境多少錢一年 五萬一年 一共多大面積 今年就是這種行情 一共是三個大型的社區 都是高層 我查了一下附近兩公里 有17萬人 這都是潛在的消費人群 而且這邊一排店鋪 基本上都開著的 但這家店幹不下去了 剛好打電話也聽到了 投了十幾萬 幹了一個月左右 也是一個小白 現在這種行情不好 我感覺也是有原因的 消費降級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沒有信心的 大環境不好 可能就是他這個店開著一天 也能少賺一點嗎 現在股市也往下降 現在已經積穿2800點 股市沒有信心 樓市沒有信心 開店的人沒有信心 他店怎麼開得下去呢 家人們誰懂啊 我來上海工作了快四個月左右吧 來的時候帶的是六千多塊錢 現在呢 只剩下不到500塊錢 然後我今天就在想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這個打工 像是一個圈套 為例吧 我的薪資是六千塊錢一個月 房租租的是一千七 我租的算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呢 加上水電什麼的 一個月大概是兩千塊錢 然後吃飯什麼的呢 一個月得花一千五百塊錢左右 再加上交通 再加上買買一些別的東西 你基本上就不剩什麼錢了 絕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好像一切都是為我們量身定制一樣 然後呢 我覺得就是 可能 你如果做一件事情 像工作那樣子做一個月 我覺得也會有很大的突破 我覺得 打工最最難受的事情 是讓你看不到明天 而你的今天呢 又不得不為這個工作所屈服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只說實話的頻道 在影片的結尾還會有總結 喜歡我們的朋友 請不要忘記訂閱 這樣的西安年後 你還願意來嗎 首先西安的工資真的不高 雖然網上都說西安平均工資九千 但是現實都是三四千工資 西安雖然是西一線城市 但是找工作 基本不是電銷就是客服 不是催收就是貸款 在西安買房買車 就對於月薪三四千的西漂人來說 彷彿是個遙不可及的夢 西安的房價對於普通人來說 三五年的工資都交不起首付 想要買房 就要花掉兩代人的血汗錢 才能勉強湊到首付 如果愈怒三四千 除了駐隔間房 和城中村外 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在西安有這麼一幫人 他們不蹦棄 不去酒吧 每天都是上下班回家做飯 就是為了省一天幾十塊的外賣錢 好像西安的繁華 西安的文化 西安的旅遊景點 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日子簡單重複 平平無奇 沒有任何社交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天氣降溫了 生意也跟著沒了 昨天開始降溫 昨天還買了兩千多營業額 今天降溫 溫度更低 生意反而更差 可能是太冷的原因吧 大家都不出來 然後福建這邊雖然說沒有零下 不過今天最低溫度 兩度 現在是四度 眼看著商場 一下子就安靜了 今天真的就是商場裡 零零閃閃的幾個人 出來走一走逛一逛 雖然說有人進店 不過買東西的人很少 大家都在說好冷啊好冷啊 買東西的少子又少 像我現在已經是五點多了 然後我的業績呢 也才賣了七百多 昨天呢兩千多 真的是沒辦法比啊 吃頂店都在想著 趕緊降溫 然後聲音好起來 沒想到就溫度降下來了 人也不出來了 太冷了 太難了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隨著中國新年的臨近 各地出現了罷工 追索工資 年輕人選擇躺平等社會現象 這些現象凸顯了中國經濟的低迷 害人們生活的緊張狀態 1月16日 在廣東東莞市長安政 東莞結融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門前聚集了百餘名員工 他們舉橫幅抗議公司降低工資 實施長期休假政策 1月15日 該公司發布通知 稱因人力調整 從1月16日起實施全體員工分批輪流休假 期限為6個月 休假期間第一個發放正常工資 第二個月起 只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0%發放生活費 結融技術的員工趙強向媒體表示 這是2024年首次實施這樣的休假政策 公司所有部門都有10余人被列入休假名單 共有130余人 他慶幸自己未被列入名單中 他提到 目前休假員工正在與公司協商 但還未有任何結果 趙強擔心 放長假的員工回來後會被解雇 認為公司放長假是為了降低平均工資 利用法律漏洞 按照現在的趨勢發展 我也擔心我將面臨同樣的命運 他說 他透露 去年公司已經裁員好幾批 每批占40人 但今年是首批實施長假 他認為公司可能再利用此方式變相裁員 至少可以避免支付失業保險 趙強還表示 自己的工資從之前的六七千元減少到四千元 他認為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外企撤離中國 轉向越南、印度等地 導致手機殼生產訂單大幅減少 去年的訂單比2022年減少了一半 中款捷龍技術公司成立於2007年9月 2017年3月上市 股票代碼00285 公司專注於提供手機、平板電腦、可穿戴產品、 醫療設備零部件等無具開發及精密結構件產品 1月19日 中國商務部發布數據稱 2023年中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3766家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人民幣1萬1339.1億元 同比減少8.0%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數據 在2023年的前11個月 外資從中國股市和債市撤走的資金高達781億美元 對於外資的大規模撤離 長期在廣東工作的趙強有深切體會 他說對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不樂觀 所有行業都在衰退 他表示如果失業 他將選擇回廣西老家 那你生活壓力較小 孩子可以上學 他覺得現在的生活太緊張 在2023年 中國面臨了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大規模外資撤離和企業倒閉潮等多重經濟困境 導致經濟狀況嚴重萎縮 危機似伏 這些問題 對普通民眾的影響有為顯著 許多追索欠興的事件紛紛發生 對於網絡上傳言的廣東永澳經銷商集團倒閉事件 1月18日 中國媒體報道了 該集團旗下A2授權用戶中心 東莞遼布汽車层一人去樓空的情況 多名維權車主在店外徘徊 1月19日 永澳集團公開承認了其經營困難的現狀 據了解 有澳集團作為中國百強經銷商 擁有超過80家4萊斯店 經營的品牌包括奔馳、奧迪、沃爾沃等高登品牌 以及領克、吉利等中低端商用車品牌 店鋪倒閉的原因是資金鏈斷裂 目前 店內車庫和展廳的車輛已被緊急拖走 員工工資尚未發放 部分車主交了訂金卻沒能提車 還有些車主雖然提車卻無法上牌 供應商的帳款有未結清 1月17日 廣東廣州的紅天國際酒店用品採購中心 應拖欠農民工工資 工人們在公司門外集結 多次追討無果 1月16日 青海溪寧市盛景華庭二期建設項目 應拖欠工人工資長達三年 工人們在瘦樓布埃拉橫幅追索工資 許多專家預測 中國 2024年的經濟形勢將更加低迷 房地產市場崩潰的速度將加快 2024年將面臨更多房地產債務的償還壓力 尤其是大量的海外債務 這可能很快導致危機的加劇 因此 普通民眾在2024年可能面臨更加艱難的生活狀況 今天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話請點贊訂閱 我們將一如既往的為您提供真實的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